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大观察观战,目前S3勘探员,遇到时空之影局工厂,哎呀又给我来增加时空之影的一个观战量了,确实需要多看看,因为这个角色的话后面是要上比赛的嘛,所以说还是要去多了解,多观,这把的话阵容你还别说非常能打的一套阵容,两个OP位,一个辅助位,再加律师一个牵制位,上来的话 这边压前锋,现在跟刚开始时空之影上排位不一样了,就是特别是这些高分段的玩家,他们在牵制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就前期时空之影的第一波击倒是没有那么容易了,然后呢时空之影这个角色他其实要到二阶才能够真正打出这个角色的特性,他的一个击倒的能力,包括他的一个控场能力都会大幅的提升,现在就是这个角色他如何到达的特性, 到二阶成了一个难点,传过来找律师,觉得其他几个人都有自保,律师这边没有,律师Bug散散,我没记错他之前好像打到过国费,S1看太远的 飞轮律师,这边跟你绕,根据红光,骗,一刀没打中,这个小走位说实话真的很细腻啊,来回晃来回晃,而且这边根据红光好像判断到了这一点,闪过来以后一波反应,那这把的话 我觉得是空阵有点走远,飞轮律师过掉板子,我律师牵制开图的对吧,回头瞄,每次只瞄两点,每次只瞄两点能量,空的,哎,真的空的很死,这刀是应该有了,这刀应该有了,第一刀打中,这样都不需要瞄了,拉开,好,隔着地形来看你, 但这波反绕,哎,这,等会,这这波反绕有点问题,对,透视被反绕,这有一所以可能是想把这个卡住啊,想卡这个远古之势,反而是让这边的时空阵抓到了机会,这这这有点小亏啊,有一所以这这这波讲道理不应该啊,那这样的话,来看前锋的救人吧,前锋这边的话已经过来了, 时空阵,虽然说板人挂金地压师,但我感觉他没有什么特别强的一个手蚁能力,就前锋这边他不看你,哎,然后调转镜头,吃一刀,板人救,救完以后的话,这边有搏命的话,律师往外走,前锋往里说吧,反正也没有带,要跟一波,落地道没打坐,好,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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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呀, 那这波等于是换挂了,对吧,你真打前锋,这波等于是换挂了,再去追这个律师吗,打到二阶了,哦,好像还行,要不把魂招回来,这边先把前锋挂上,把魂招回来以后,去找律师,然后传律师,将律师击倒,因为30多秒传送,这个前锋是一定不可能守的,这个前锋是一定不可能守的,就,现在看的是能不能找到这个律师,管拉拉队员没有机会吧,管拉拉队员不合适哦,传吗,传过去, 哦,他把灵魂招回来做防守,呃,这个就看吧,我觉得还是针对,这边要做二阶做防守,拉拉队员这边,那你再打的拉拉队员再换吗,再换,有闪现,这边附着前锋,待会直接传前锋,拉拉队员不要挂了,来不及了,这这时间,说实话这是高分段啊, 不会给你那么多机会的,还要挂吗,挂了,再抱一波前锋,毕竟外面,就如果外面全残,我觉得可能可以,但外面还有个满血看待员,这看待员是国父S3的看待员,律师这边起台机子,前锋这边起一台, 还要做一波防守,爆,爆,双爆,可以,打一刀,但人还是救下来了呀,还要打上在,在那个,就是触发那个技能之前打一刀,然后人救不下来,那确实可以了,但我觉得这样打好像容错率比较低啊,就你给到穷者的机会面会比较大,那我觉得这边跟着不可能再去管着拉拉队员,管着拉拉,哎,等会儿,管着拉拉队员这局就没了, 这边抱一手,然后,过来,交闪线,密码机点亮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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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锋57的机子,现在管前锋来不来得及,打一刀,拉拉队员这边也起一台,他的遗产,再换挂,四个人挂了个遍,虽然说我知道时空之影是一个控场性角色,但是,以我出浅的这个理解来看的话, 他这个换挂,如果说,不换,前锋这边拉球,来一波撞就 你也没机会做防守,这波前锋的一个撞就,应该是打出四人开门战的面了,那么来看啊,这边,闪线也交掉了,这个局,密码机,直接能亮吗? 好像不行,交飞轮,拉开,抱回来,打一刀 拉拉队员是个二挂,前锋手里面还有一波球,要不前锋这边再压机子,犹豫了一下,犹豫了一下,还是想打,还是想打正面这台已经压好的机子 看待员这边有瓷铁,进度给他看待员,丢块瓷铁,想挂地下室是不可能给你挂的,你就究竟挂上吧,看待员的话这边,跟前锋两个人来配合就有人,那边的话拆,拆陶片,防你船过来 现在是四火口,四火口一个插刀就能亮机,四个人全在附近 但是这四个人也不好说,毕竟这边淘片压着,抱一手 如果现在能处理到,拉拉队员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打一刀,律师这边的话,穷人者有没有人去摸机子的,密码机点亮了 只要点亮,我觉得这个局可能就偏向于多跑了 这把的话说实话真的给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思考量 就这个角色在局势上面对击当中该怎么打 因为他的话是一个全程在控的,四个人挨个挂了一个变的打法 那么主要是对面的穷者够强,如果对面的穷者稍微的有一点点松懈,稍微的给出一点点破绽 机会层面上面来讲的话,可能这把那个时空阵也老早赢了 但是呢,这把时空阵他之所以能这样打的一个原因 其实是前期律师我这边感觉给了一点机会的 律师那波被反绕,慢慢伤的 前面是有地窖的,前锋的话手里面没有球 这边前锋,真男人不回头 四旁应该没有啊,四旁也没有,这边闪现好了嘛 他是一个张狂,那个时空阵影的话现在大概率都要带张狂 因为他刀二阶跟飞二阶,其实跟雕刻家比较像的 刀二阶就是另外一个游戏,另外一个角色了 船吗?没机会了吧,这边能拦住这个律师吗?看到了 但是人没挂上,哎呦,人挂上来不及了 好吧,有点可惜啊,赶紧在这边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